今天我们来讲一个甲金诸书的故事 这天啊 新闻国生日 财主精心准备好书理 叫甲金调者去县城诸书 新闻书完书理就吩咐 摆上酒席 七碗 八碗 九波 鸡亚鱼肉 丹木耳 把八仙主摆得满满的 好不逢之 新闻坐上席 叫师爷和财主坐两遍 财主端了一杯酒 香蜜蜜地说 大家起念 这时啊 师爷也端起一杯酒 讨好手 今天我们为仙代爷祝寿 要先说一句 祝贺仙代爷的话 才能喝酒 财主唱了 也附和的说 对对 祝寿祝寿 就是要祝贺几句嘛 师爷抢先祝导 现代爷像大阳 说完 年晚解释说 现代爷啊 是个地方观 我们这个地方的夜晚啊 我们这个地方的白天啊 全靠现代爷的光 照亮啊 接着啊 财主也祝导 现代爷像月 说完 也年晚解释说 现代爷是地方观 我们这个地方的夜晚 全靠现代爷的光 来照亮 这时啊 现代爷见贾金在旁边站着 由于高兴 就对贾金说 来来 贾金 祝个姓 你也祝贺一句 贾金正用诗言和财主的画肉麻 听到县官叫他祝姓 也就顺口祝了一句 现代爷像天狗 现代爷像天狗 现官听了 不得贾金解释 就从财势以上跳起来后的 贾金 你疯了 今天是北关的事日 你怎么骂我像天狗 贾金 贾金就说 你别急呀 好好坐下来 听我解释嘛 师爷说你像太阳 太阳确实了不起 贾主说你像月亮 月亮也是了不起 可是太阳和月亮都怕天狗呀 因为天狗吃太阳和月亮呀 所以我说明像天狗 这样你不是比太阳月亮更了不起吗 贾金正啊 绝对有礼啊 高兴地捋着山羊猴子 咯咯地直向起来 酒过三杯啊 师爷又讨好的说 来来 贾主 贾大爷一会吧 说着呀 就又抢下说 贾大爷向月亮 说完了 就又解释说 贾大爷是地方官 我们这地方的庄稼 全靠贾大爷的月亮滋润 贾主也祝道 贾大爷向春风 说完了 也解释说 贾大爷是地方官 我们这个地方的庄稼牙 全是现在爷的春风 春绿的 贾大爷 贾大爷 也又叫贾金来助心 贾大爷推脱不说 师爷和财主就为了 八截宪官 都让贾大爷说 贾大爷又顺口 出了一句说 贾大爷向大奋 不等贾金解释 贾大爷又从探视里上 挑起了后道 我又神找到你了 今天是本官的生日 你怎么还敢骂我 像大奋 贾金说 你别急啊 还是好好坐下来 听我解释吧 师爷说你像雨露 雨露确实了不起 贾主说你像春风 春风也是了不起的 不过 光有春风和雨露 庄稼是不会长得好的 还是要交足够的大奋 装甲才会长得好 五谷才能丰收啊 所以我说你像大奋 这样你不是比雨露春风 更了不起的吗 先关系 听了也觉得有道理 更是高兴的一边点头称诗 一边吕须哈哈打笑 哈哈哈哈哈哈 贾金也小了 他笑这个臭如大分的仙太爷 哈哈哈哈哈哈 编曲 字幕志愿者 吕顺 责责 感谢观看